国立东华大学法律系原民专班模拟法庭接牌仪式 数号上午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举行 而法律系的主任表示 设立模拟法庭契机是在前往纽西安参访时 看见部落听审会作为解决原民族土地争议的场域 而庄严却温馨的空间配置 让争议厘清的同时也能够让族人得到疗愈 因此决定在东华大学打造这样的空间 并透过各式文化冲突的案例 展演促进族群的沟通 展现独原文化的丰富性还有包容 放眼世界成为原住民族的法学基地 在七角川的土地上成立模拟法庭 是希望培育原住民的法学人才天真助力 希望透过这个空间让更多族群 透过各式的文化冲突案例 展演促进族群间的沟通 展现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与包容 这个空间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原住民族主权的 这样的一种展现 所以我们所展现的并不是一般的一种法庭空间的配置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希望能够以原住民族的一种和谐 来带领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进行 不管是对话纠纷的一个解决 或者是共识的一个形成 而参与典礼的部落头目也认为 有这样的空间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了解族群间的文化习俗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在法律审判过程中 有更符合族群生活习惯的理性判决 这个法官对于我们过去的传统生活习性跟文化都不是很了解 如果今天我们不弄一个模拟的一个法庭 来去探讨各种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或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部分跟习俗 没有去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我想这个在整个的审判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数目 那我们其实希望说由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法律人 那培养原住民的文化底蕴 由原住民文化底蕴的学生 法律人来去关注跟看见我们原住民的案件 让部落的一些问题才能够得到就是被公平的对待这样 而法律系毕业的学生也期盼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模拟法庭 增加了学生的实际法律研究 让东华大学法律系成为东部的法律研究基地 记者林杰 送风箱 采访报道